国道收费员冲破交通部封锁线 和警方爆冲突 在交通部杂音第四天的国道收费员 因不满交通部长叶框石失踪64小时 昨天一度冲破警方封锁线 冲进交通部大门前和警方爆发严重肢体冲突 有一名收费员遭到警方推挤 手头受伤 收费员自就会痛批 远通对外宣称 有七成的收费员已完成工作煤盒 但有500多人到现在还在失业 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这就会表示 他们抗议之今都找不到叶框石 只好进交通部找人 但他们被警方阻挡在外 只能在警方的盾牌上贴上 斜巡叶框石 打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